小男孩双腿皮炸 再到里练铁腿弓 他的腿一旦冰住 他就会咽进水缸里 师父让他插腿与冰腿 一天要练800个 如果少做一个 师父就会惩罚他跪在地上 用烧红的烙铁烫男孩 男孩再也不敢偷懒 一大早就和师兄一起去缸铃 就这么一直不动 坚持两个小时 为铁腿弓打基础 臂力练习也必不可少 男孩一手提着一个打石头 双臂端平不到一个小时 绝对不能放下来 腰部训练就100斤的虾带 直接怼在腰上 练背部力量是最苦的 男孩和师兄要举着300斤的木头 上面挂着200斤的大石头 最过分的是 师父还要坐上面 这样一组呢 必须坐100个 一天要坐三组 然而小男孩的绅士不简单 他刚出生 母亲就难产去世 他从小就能吓走野狼 野兽都不敢靠近他 父亲找了个人算命 说男孩天生骨骼奇异 是练武的奇才 可惜呢 命犯天假孤星 会客死身边的所有亲人 父亲是黑帮老大 很怕死 于是把小男孩带去了悬崖边 说完 直接把儿子扔下了悬崖 然而小男孩大难不死 被铁腿门的掌门救下 他开始练武 一练就是20年 师父教给他独门绝技 绝命退108事 男孩学会了绝世武功 师父死后 男孩下山 去城里找他的师兄 男孩叫武林 当街保引起了一次码 劣质言言下 他大汗凌连 对面的熊孩子 为拿冰淇淋挑衅 忽然 一群黑人冲入过来 熊孩子的冰淇淋 被撞倒在地上 被铲了个稀巴烂 熊孩子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只可惹怒了武林 他腰马合一 瞬间起身 鞋子打出进手的撞击声 原来这双鞋 是铁队们的正门之宝 由千年课经玄铁打造 一只就重大50斤 师父说过 再危难这事 才能脱下来 武林一圈就是10年 从未脱下过鞋子 武林手持冰淇淋 追上那帮人 原来 打拳的目标 是一个眼镜大叔 黑人呢 还管整个冰淇淋 取冠打来 目标直接折断 武林一圈难过重拳 并且把对方打出10米开外 对方拿出短刀 立刻扑了上来 武林的招组很简单 各档反击 各档反击 每次出场 对方必定倒下 武林竟然用全都的工作 把对方拿得七公八素 当然 铁鞋必须秀一下 武林开始踩他们的脚丫子 光鞋就无止境 再加上力道 这谁能受得了 全都自己发大一半 不一会儿 所有黑衣人 都被打倒在地 武林救了眼镜大叔 大叔为了感谢武林 直接掏出两大钞票 可武林没有药 回到熊孩子身边 忽然 几辆奥迪将武林包围 一群黑人走下车 从一辆奔驰车上 下来一个老大 老大摘下墨镜 和武林拥抱在一起 原来是武林的师兄 师兄小时候 想偷学铁腿工 被师父逐出师门 师兄如今困得风生水浅 是一家保镖公司的老板 师兄请武林吃饭 洗补之人呢 开酒方式也十分特别 红酒的木塞子 被一只蚕堆到瓶子里 饮料 用一仰指 直接戳破了喝 师兄问起师父 武林抱住师父的骨灰 师兄抱着骨灰 痛哭流涕 武林下山呢 也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这身功夫绝不能浪费 师兄带着武林 来到自己的保镖帝国 保镖公司里 高手康杰 各个身怀绝戒 正巧 眼睛大出来挑保镖 原来 他是全城的首富 师兄让手下表演兔头最大时 大叔一个都看不上 只选中了武林 让武林来保护他女儿 他的女儿叫飞飞 此时正在酒吧买醉 两个小混混 还想占便宜 飞飞也是圆猛 一酒瓶 站在光光脑袋上 小混直接将人扛走 正巧大叔和武林赶到 武林一拳的老一个 单手捏碎酒瓶 打得小混混 屁滚尿流 将飞飞救下 就这样 他当成了飞飞的保镖 美女洗了个澡 镜子里看见 一丝麻的男人 吓得她玉京都掉了下来 春光外泄 武林却面不改色 心不跳 飞飞甩了一桌子钱 要武林拿钱走人 自己不需要保镖 武林根本不被锁动 飞飞为了赶走武林 故意扇了小混一巴掌 想让小混收拾武林 武林直接把人 举到栏杆外面 小混吓得连连认错 硬的赶不走武林 那就用美人计 叫来一名公主 在武林的面前跳舞 没想到 武林正眼都没瞧她一眼 公主反而吓跑了 原来武林裤装里 放着一根定海深针 然而飞飞并不知道 危险正在靠近 两人在高档西三厅吃饭 飞飞点了一瓶80年的拉菲 服务员刚到满酒 武林一把牵入对方的手 然后按在桌上 武林看了看酒瓶 说 飞飞哪丢过这种人 当起气的大吵大闹 武林二话不说 扛起飞飞就跑 飞飞坐在地上胡闹 说武林绑架了她 在围观群众 指示点点中 匪徒趁去而入 绑走了飞飞 上了一辆车 武林见不住飞 追了上去 汽车夹入了油门跑 武林虽然穿着100斤的铁鞋 但跑得快到飞起 匪徒都吓尿了 又是一脚大油门 发动机都差点炸了 武林一看 汽车玩命 他开启了飞烟走壁的跑酷模式 三种当中 跳上车顶 武林又朝近路 站在面包车前 面包车静止开了过去 武林没有躲闪 而是加速送去 这是要刚正面啊 只见他一脚踢碎了挡风剥裂 把绑匪踢出了车板 又叫踹飞的后背向门 将飞飞救了出来 英雄救美太牛逼了 飞飞对武林的印象也大有改观 夜晚 武林脑袜里浮现 绑匪手中的戒指 和师兄手上的戒指一模一样 果然 第二天 师兄就找到武林 让他不要再保护飞飞 然而 武林认为 既然答应了 就坚持到底 师兄瞬间怒了 对武林大打出手 师兄念的是铁腿弓 但根本不是铁腿弓的对手 武林一脚踢在师兄的国境上 师兄败下阵来 撕破自己衣服 和武林割宝断夜 当年呢 师兄被逐出师门 被黑帮大佬佛面看上 为他成立了保镖帝国 武林带着飞飞躲到海边 两人在海边开车 大家不要乱想 是真的开车哦 此时 飞飞的老爸眼睛大说 已经被佛面抓住 飞飞和武林的藏身之处 很快被发现 武林再厉害 也是寡不敌重 飞飞再次被抓走 武林寻着足迹 来到一处仓库里 师兄为了对付他 准备了一副巨大的脚铐 男人刚走进仓库 一只脚就踩进了陷阱 巨大的脚铐 跑在他的脚上 埋伏的高手也纷纷出现 对着武林火力全开 武林一把技术飞刀 右脚踹断了铁链 把人传备好几面 又一招空手级白刃 打中了高手 对着铁头弓 一顿大耳瓜子护衫 一脚把铁头弓踢蒙 标情大汉处上 身高体重的优势 他一把救起武林的衣领 把武林拎了起来 狠狠摔在地上 高手对武林斩动了围攻 武林的两只脚都被靠起来 被抬起来吊胆 然而 这根本困不住武林 他很快绝地反击 一顿寸拳 打着高手满地找牙 大汉趁机抓住脚料 把武林甩了出去 对方的车正好开来 汽车把墙撞了个洞 武林被撞晕了过去 武林被带到一个大坑前 师兄击击中拳 把武林打下了深坑 然后就开始添土 竟然把武林活埋了 但天无绝人之路 武林从小在水里练习憋气 他努力挣扎 一只铁鞋冲破了泥土 武林从土里钻了出来 危难之际 他用工具脱下了穿了十年的铁鞋 一双脚丫子终于重见天之 这也太舒服了 就是脚气味道有点大 武林把铁鞋系给了师兄 向他发起挑战 武林剪掉了长发 换上西装皮鞋 戴上墨镜 来到师兄的保镖帝国 一群保镖早就等过多时 一人打180人 战斗开始 脱下铁鞋的武林 身轻如燕 他冲向保镖 一脚就踹飞了一个保镖 保镖立刻砸倒一片 再来一个空中720度旋风角 直接又干倒了一个 武林实际大绝招 绝命脚180 只见他不断在空中飞提 浅踹 测踹 旋风踹 空中翻踹 保镖一声倒地 保镖围着他一圈 来得正好 武林实际跑酷踩脚大法 身体紧接45度 这个效率快多了 瞬间放倒一片 之后 保镖使用盾牌正反 武林还真不虚 继续用绝命腿 直接把防暴盾牌都踢折了 几分钟以后 180个保镖 全部躺在地上 随后调遇上五大高手 这一次 高手被武林完全碾压 双刀攻击武林 武林一脚盘撤飞 大汉小冬背后偷鞋 被高台腿截活 二指缠直接锁喉 双腹劈向武林 武林一台脚 被挂在半空 武林找到了 被关起来的飞飞 和眼镜大说 也见到佛面的阵容 武林露出胳膊上的胎界 佛面大惊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原来武林呢 就是佛面的亲生儿子 师兄要和武林 堂堂正正单挑 想要证明铁拳弓厉害 还是铁腿弓厉害 师兄戴上了一副玄铁手套 威力惊人 铁拳对铁腿 两人战力非凡 武林发起进攻 不断地弄飞腿 攻击师兄 师兄呢 终于见识到绝命腿的厉害 武林吃了一拳 而他一脚 踢断了师兄的肋骨 右脚踢断了腿骨 武林获胜 看到师兄没了架子 手下再次开枪 劫滚了师兄 悲愤的武林冲上去报仇 被一枪打进了心脏 就在大家以为武林死了时 武林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脚中斗了手下 原来武林的心脏 是长右边的 武林一步一步走向了父亲 他掐住父亲的脖子 却只是下不了手 他要让父亲受到法律的制裁 武林就得了飞飞和眼睛大叔 不久以后 大叔去世了 飞飞去了国外 而自己的父亲也去世了 武林亲手把他的骨灰 撒在当年父亲丢下他的悬崖上 武林迎来了新的生活 本片完 本片叫超级保镖 本期问题 你觉得人的双脚 能穿得动一百星的鞋子吗 觉得能得扣三个一 不能得扣三个二 本片的打斗 看得十分爽快 男主月松是个武术家 会真功夫 他能空翻七米 失智倒裂 零空侧踢 还能寸拳将人打飞 爆发力非常牛 本片要看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